前两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CPU散热器 KUMON 冰芬Glory 2 包装非常的淘宝 YouTube搜基本就搜不到这个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牌子 现在在Amazon之前比较火的 是一个叫做UFO的散热器 然后它上面那个灯 风扇罩这个地方做的跟UFO一样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新上这个的产品 然后正好我矿机是用的Intel 7500 然后原装的327拿过来把那个替换掉 然后正好试一下看看性能怎么样 这个其实连开箱都没有什么比较多 这个盒子开几次盒子就已经就已经捏了 这个上面这个盖就已经快掉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保障 就是一片泡风 然后就是就直接放到里面 没有什么太多保护措施 散热器这样子的 上面是一圈 是一个白色透明的风扇 但其实它图片上画的是一个RGB的风扇一眼 但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是这一圈 它外边这一圈壳里面是个RGB的灯带 然后这一圈会亮 然后这个内壁有一圈会亮 它是靠那个内壁的那一圈灯带去找这个风扇 所以风扇之后我猜就是会亮起来 但是风扇本身是不发光的 这个散热器本体是跟Chermotech的UX100一模一样的 逆向研发 然后全铝的铜都没有 就更不用提导热管了 然后我拿了我3700X AMD原创的CPU库了 它是RGB的大家最常见的那个撕热管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差距有多大 所以我最开始本来是想用我那个 办公室那台3700X的电脑来做 后来我拿这个CPU跟原创对比一下 这也差太多了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这个CPU的cooler在亚本逊它 在亚本逊的硬盘上显然是可以支持 可以压80瓦TDP的U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小 我觉得有点悬 它这个边上写了一下支持的平台 写的还挺全 Intel的115X和775 然后AMD基本全都给写上了 看了一下它并没有带AMD的支架 它只有一个Intel的支架 Intel装上去之后 两边也是用AMD的这种卡扣 它这个应该是AMD的卡扣 最明确这个应该就是AMD的卡扣 最后就是一小袋 它居然还送了一小包硅脂 然后加上这个Intel的卡扣 那我就把它装到这机器上 然后跟原厂的Intel的那个去小的cooler 做一下对比 底座上针对Intel三个不同的平台 有三个不同的图标 来对应安装孔位上的三个定位点 最后的测试结果是原厂的Intel小饼杆 是59度 然后缤分是55度 降低了4度 你要说聊性余物吧 也可以 但是就是你懂为什么不去拿370 明明查做这个测试吧 就是你懂吗 何必去浪费时间呢 然后这个灯的RGB是不可调的 它有你想你能见到过大部分RGB风扇 有的各种模式 但是它是个自动循环 它并没有固定在一个模式 你也不能控制它固定在一个模式 它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循环各种模式 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你是不喜欢原厂 这个丑陋的样子 你可以考虑换一个i3i5的话 如果你都已经有钱上i7和i9了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少这个钱去买这种327 所以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一点帮助 哪怕是一点点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见